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日本防卫省所公布的 这是一架中国无针7的 无人机 侦察机 从中国方向飞来 然后第一次到了日本海的上空 朝西北溪的方向飞走 然后这个时候 日本战机紧急升空 无针7当然就是所谓的 中国版的全球鹰 用在侦察 攻击等等 不好拦截 那重点是它的飞行高度很高 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飞越了这个宫古海峡 当时候日本也是一样 派出了这个F-15J紧急升空 然后就发现 这个因为它的最大高度 只有1万8到2万公尺 然后但是无针7是2万5千公尺 所以要拍的时候 只能仰拍跟肩 据说非常非常的辛苦 还有就是说 日本的战机出动的费用也很高 对不对 是吗 所以从这个成本来看 从技术含量来看都很辛苦 我跟你讲有多辛苦 因为这个F-15 如果说是无针7它可以飞上10个小时 你知道这10个小时代表 跟这个F-15比较起来是什么意思 F-15它就是挂满所有富油箱 全部加满油 它上去大概也就是4个小时 它就要回来 它一如就飞完了 所以它要给你弄10个小时 我跟你讲 那就表示它要飞三次 那你说它不累死啊 它飞三次 飞三次 它就起飞降落 起飞降落 在你上空10个小时嘛 那老公还有种更厉害的 叫做现在新的隐身无人机 它可以飞40个小时 就是天鹰啊 天鹰围起飞40个小时 40个小时什么 这场仗打完了它还在你头上 还在那个地方 有时候如果说对台湾作战来讲的话 大概两三天了不起三天打完 36个小时打完这场战的话 它在天上它还没有 它还不用回去加油 所以这个4个小时 确实是会让日本的空军 如果说你要去追也不是 不追也不是 你追它的话 你要起降三次 你看它有多累 第二个就是说 像这种高度来讲的话 它为什么可以飞这么高 它飞这么高的话 它可以侦查隐身战机 B-21或者F-35都可以 为什么隐身战机你看 它B-21它的排气口都在做在上面 坐在背上面 因为这个热气来讲 可以用红外线可以侦测的到 所以它飞得比你高 它从上面往下看 就会看到你的喷气口 它用红外线侦查来仓 挂着侦查来仓 可以看到这个B-21或B-2的 这个喷气口 你飞不了它高的话 它从上面往下面看 那以前来讲的话像这种 我们台湾美军U-2侦查机 飞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因为它飞得高 那时候中共的空军飞机 飞不了那么高 它没有什么 它就拼命冲冲冲冲冲冲上去以后 然后这个发射完飞弹以后 那已经就熄火了 然后一往下掉 掉下来以后它还重新再开火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你如果说在空战的话 你低空对高空来讲 你飞不了它那高度 你硬要去追它来讲的话 其实是蛮危险 那接下来我说 为什么这个老共这时候 要用这个无尊机 去让日本疲劳它 对今天年初的时候是到飞越宫古海峡 这次到日本海的上空都是第一次 因为你不能光看这件事情 你要看几件事情连在一起 最近来讲我们看到日本来讲的话 跟美国重新修订安保条约 美日安保条约有重新修订过 他把日本当第一线对不对 而且这一连串 从修订他们 日本修订他的所谓的安倍的三舰 岸田三舰 他购买了500枚的战斧型巡运飞弹 还有在台湾海峡这边 在台湾我们这边 他琉球那边也建立了 部署了对舰的飞弹阵地 还有云纳国岛 它部署了新型的雷达 都针对要封锁 将解放军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 那在这种状况下 中共一定会有所反击 你既然要封锁我了 我一定要让你一些 给你一些颜色看看 看你可不可以封锁住我 所以日本来讲的话 他没有众生 你看他从北海到一直到琉球 很长的一条线 那解放军来讲 随时中间任何一个点 他都给你突破 现在在这边给你绕两圈 就是疲了你的军队 警告你 我觉得这警告意味比较大了 那吴贞期他是属于 这种查打一体的战斗机 你必须要用实际上去拦截 你不能说雷达 不像我不能学我们台湾 说我只是用雷达监控征收 对不对 雷达监控 万一他真的带了一颗炸弹 对你带了一颗飞弹 对你丢一颗飞弹来讲的话 那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以日本的 他们那种观念来讲的话 我就一定要战斗机 跟在你旁边监视着你 万一你对我发动攻击来讲的话 我必须要有防卫措施 可是你想想这多累 他上来十个钟头 你在那边 而且他是无人的 他底下一个杯子在那边 对不对 喝杯咖啡啊 吃个奶茶 然后再上去 然后你就 你的飞行员就要 就要轮番上去三次 轮番上去三次以后 你看你要耗掉多少油 磨损掉战机的多少轮胎 对不对 你要多少后勤部 要用多少钱 我就是以一个小小的 不对称的方式 就消耗掉你很大的战力 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中国网友大声的说 去吧累死他们 对真的是累死他们 是这样啊 你想想看一对三嘛 就是我一次在那边绕三个钟头 我飞行员来讲的话 我没有飞行员 我是底下的飞手 他们很轻松在那边 但是你就必须要 有这个F3战机起降三次 你才可以这个监视到我 那对日本来讲 他当然很累 因为最近这个讯息常常露出 之前我们烙碗包也做了一张 还把那个比较图弄出来给大家看 就是现在这个打仗之后 这一枚飞弹贵了这个十四倍啊 那这位美国国会参议员又讲嘛 他写了一篇文章骂自己的 美国军工产业发大财 里面很多很多的细节 次针飞弹以前多少钱 现在多少钱 这些等等是暴力 简而言之言而总之 就是这样 乌克兰死好死慢 但是美国赚的盆满钵满 就是乌克兰这个伤亡越惨重 这个美国赚的越多 是这样吗 确实是这样 这奥斯丁讲的话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自己就讲过这个话 他就说我们这些钱到最后还是 我们现在资源给乌克兰的钱 给他这些军援的经费 到时候还是会回到我们 80%还是会回来 就是这些钱回来了 那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 军工产业的发展 他有这些钱 等于说用转向 这个巡回的方式 回到自己的军工业 其实不只是奥斯丁讲这种话 美国前一个国防部长艾斯培 他也讲过这种话 他跟川普讲说 我们现在资源这些钱 川普原来不给了 他说干嘛给人家钱 他说没有这些钱 到最后还是回到我们的国家 所以难怪美国就是 源源不断的一直在地球上发动战争 那我们必须要讲说 我们自己台湾 对不对 我们台湾现在是怎么样 而且美国来讲很坏 我跟你讲 为什么坏 你知道M1战车来讲的话 他现在给乌克兰的 是改装过的 他要淘汰的战车给他 英国也很坏 英国给他那些平游炸弹 但是他要淘汰的平游炸弹 拿到乌克兰战场去把他打掉 不然他要他要花钱去把他拆解 那已经是要过期的火炮弹药 他全部丢到乌克兰战场上面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战争其实苦的都是老百姓 发财都是这些军火商在发财 就像我们台湾现在一样 你现在是帮美国买这些鱼叉飞弹 我们自己有熊餐飞弹 为什么还要买鱼叉飞弹 所以就是帮美国军火商在做生意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说浅舰 赖英的意思要造七艘浅舰 不就是到底是急着抗中 还是急着发财 我觉得大家心里头都有一把尺 这个你一下子 就算是你七艘浅舰都做出来 你也不可能一下子 有七八百个成熟的浅舰的官司兵 去操作这些浅舰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乌克兰这个阴见不远 我们台湾人大家自己真的是 好自为之 太阳星全校克废 一身菌火车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一身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废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最好的 az az 您 咱零 你是 ьте 我